Hello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又是我DSC數學療文 還有不夠一個月就開始我們2022年的DSC 現在的你一定心情非常緊張 最近收到很多同學PM我 可能是問數 又或者可能是問一些關於考試規則的東西 我就輯錄了其中10個 最多同學問我的注意事項 拍段片想提醒大家 頭五個主要是針對數學科的注意事項 而後面的五個是通用的 可能每科考試都會適用 又或者是其他科的注意事項 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首先講一講數學科的文具方面 卷一是用普通的原子筆 藍色或者黑色都可以 用普通的原子筆作答就可以了 卷二是要交一份MC的電腦紙 所以填的電腦紙也說明要用HB的原筆 所以到最後結論就是你考數學科 原子筆還是原筆兩樣工具都要帶 其次就是你畫那個電腦紙的時候 盡量畫好一點 就是那個格子你就填那個格子填滿它 盡量填滿也盡量不要出界 因為他說明如果你同時填多過一個格子的話 兩個或以上的格子 它會不給你分 所以盡量不要填出界 OK 英俊一點 至於草稿紙它會提供給你的 你也可以不夠再問去 但是草稿紙上面寫的所有東西 是全部不會看 它也不會在草稿紙上面寫下你的名字 考心編號個人資料 所以它收回草稿紙之後 其實它也不知道哪張打哪張 所以草稿紙是無限量提供的 但是它是不會看的 所以重要的就是不要填在草稿上 好 第二樣東西就是 剛剛有同學P.A.問我的 就是那個數學科的考試卷 其實很多時候你都會想 把一些資料記錄在問題 或者記錄在插圖上 例如你做的幾何題 例如說這點叫A點 我切這點做A點 那你會想記錄在A點的圖上提醒自己 你是否可以記錄在圖上或記錄在問題上 是可以的 你喜歡叫A點就可以記錄在A點 但是Marker是沒有責任去看你的圖 即是說你就這樣記錄在A點的圖上 其實那個Marker是不一定會看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A點很重要 你Marker了下去 對你計算有幫助 你的運算過程也有出現這個A點 是關事的話 那你就應該用文字寫在答卷上 切A點為BC的終點 譬如 所以如果那個真是重要的資訊 你是要用文字寫下 不可以說就這樣記錄在圖上 我說就是了 就記錄在圖上 他就沒有責任一定不會看的 亦都沒有責任一定你Marker下去 他就會計算過作為一個步驟 去比分 所以任何真的重要的東西 跟步驟有關的東西 全部都要文字寫在答卷那裏 才可以的 OK 好 第三 就是關於你們的計數機 你們的計數機 計數機上面是不可以有任何的貼紙 亦都不可以有任何的記號 我知道你們那些東西 我都做過學生 你很喜歡用圖改譯的簽名 很帥 但是是不可以有任何記號 如果你計數機上面有任何的貼紙 你要盡快 不留痕跡地撕走 如果有那些圖改譯的簽名 你就盡快要剷走 還有記住你計數機上面 HKEA Approved那一行字 是不可以有任何的 看不清楚 或者脫色 一定要 原好被人看得清楚 是HKEA Approved的計數機 這個是關於計數機的 第四 不是一個注意的事項 是一個我自己提供的 解決方法 如果你去到市場的時候才發現 你忘記帶計數機的話 那怎麼辦呢 最好當然是不要 去考之前就清楚有沒有帶齊東西 但是 如果你真的去到市場才發現 不記得帶計數機 你第一件事真的要冷靜 不要亂 你立刻看看時間 你衡量一下 究竟 那一小時你夠不夠時間 立刻衝回家 來回地拿回計數機回來 如果夠的話 立刻衝回家 如果你說 考試前十分鐘才發現沒有帶計數機 那怎麼辦呢 那首先最好不要 如果十分鐘前才發現沒有帶計數機的話 或者不是你沒有帶的 可能是臨考前不見了 那怎麼辦呢 那如果真是臨考前十分鐘才發現 不見了那部計數機 真是可能被人偷了 那怎麼辦呢 唯有這樣 因為你們今年很特別的 你們是回原校應校的 所以當日當值的老師 就算你不認識也好 你們會互相認得對方 你始終都讀了六年書 所以他們應該認得你 你又認得他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真是不妨找 那天應考的老師求助 看看他可不可以 叫做 賣個人情給你 幫你去教員室問一下 有沒有那些當值的數學老師 他們可以借到計數機給你的 就是唯有問老師借 簡單說 因為 你沒有帶計數機一定會收皮的 我去考計數機 我去考 我去考DSE 我沒有計數機在這裏 我都不會拿到五星星回來 一定不會 不是覺得 我怎麼計算 我怎麼計算 所以 沒辦法 你唯有問當值的老師 可不可以幫你去教員室問一下 有沒有數學老師 可以有多的計數機借給你 不要自己衝去教員室 因為你們尤其是今年疫情 我想家學校應該有封住 哪些區域你入得 哪些區域你考生是不能入得的 不要做這個違規 但你可以找一些老師去幫你 幫你去教員室問一下 有沒有老師願意借計數機給你 我想多數都會借的 始終借幾個小時 去那部計數機又不會壞 何況DSE影響你一生 你又是自己學校的學生 很少都會說不借 所以通常都借的 但最好真的不要 用回自己的計數機 因為你的老師的計數機 計數機的計數是和你應該有些出入的 大家唯一共通的可能就是聯絡方程 其他計數機可能是 那位老師自己喜歡入了甚麼 你不知道 你不會用的 所以最好都不要 用回自己的計數機最好 盡量出門口之前 查一下有沒有漏大計數機 然後第五件事 很多同學問我的 超級多同學問我的 剛才提到聯絡方程的program 聯絡方程的program 基本上每個學生都必備 你沒有聯絡方程的program 你都不用出來行走江湖 但是有很多同學問我 用聯絡方程去計算 即不計MC 卷一的題目 究竟有沒有步驟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我可以直接program 按答案出來 那究竟聯絡方程是有沒有步驟分的 答案是有的 也就是說你那個代入法和加減消炎法 你怎樣都要做一步給他 即將一息代入二息 然後寫一條代入的息出來給他 然後你再按你的答案出來 所以聯絡方程那條數本身 是有步驟分的 但是如果你是用聯絡方程 去解決其他topic的數 譬如說你用聯絡方程去計算部分變 部分變沒有用到聯絡方程 那你用聯絡方程去解決其他課題的數 那就沒有步驟分 那你就真的可以按幾按答案 但是如果你是計算聯絡方程 自己那條數本身自己那條數 那你是有步驟分的 你是要做你的代入法 或者你的加減消炎法給他 就是這樣 以上頭五個要注意的事項 都是圍繞著數學科 接著下來 有五個要注意的事項 就不止數學科 是一些通用的規則 或者是其他科的考試規則 第六個要注意的事項 就是如果真的這麼不幸運 派正你那個考生座位 是不太好 譬如說燈光是不夠 譬如說那個位置有些噪音 可能對正那些風扇 發發發的吵著 又或者那天下雨天花板滴水 剛好滴正你的位置 以上的例子也不是我作的 是考蘋果的考生搜索那裏說的 考生搜索那裏說的 不是我作的 如果以上這些情況 或者其他情況 你覺得很困擾的 你可以举手跟監考員說 要求他可不可以幫你調位 但是監考員的權力是監考員那裏的 即是他會衡量你所說的 是否真的會影響到你的考試 如果他覺得那些噪音 真的很大聲 會影響到你的考試 那他就會幫你調位 但如果他認為那些噪音 是一些很小的問題 或者是無可避免的 你調去哪裏都是有那些聲 他亦都可能會不幫你調位 但由你無理 如果你覺得真的影響到你的 怎樣也舉手跟監考員說 最後調不調到位 責任就不在這裏 就是監考員決定 第七項要注意的就是 記住到時你會貼這裏 即是有電腦條碼的貼紙 給你貼 你記住不只是第一版要貼 不只是第一版貼電腦條碼 在那本答題簿的封面 他有說明 在這本答題簿裏面 第幾版第幾版第幾版 你是要貼這裏的 你是要全部每一個都貼 譬如說13579頁要貼電腦條碼 你是13579頁的右上的框框 你都要貼電腦條碼 所以不只是答題簿的封面要貼 內頁有某幾頁都要貼 你記得要跟足指示 貼完之後 才開始再貼 你貼漏了一張半張 都隨時要寫報告給他 OK 就是這樣 接著收音機方面 你們考Listening要帶收音機 收音機方面 尺寸有限制 不過可能正常都不會過 我告訴你這個尺寸是怎樣 就是46cm 乘15cm乘15cm 那麼15cm乘15cm有多大呢 我這把鋸是20cm 15cm就去到這裏 15乘15 若果是一個 一個 那麼長 然後 這樣的正方形 類似 然後那個高還要是46cm 46cm 差不多半米 其實這件事 搞得很大步 所以這個尺寸 其實多數 都不會過 你買的那些小小步 插耳機的那些正常都不會過 你擺佈46cm 15cm 擺桌面 你自己都沒有位子寫字 所以這個尺寸 就不用擔心 通常 但唯獨是 有一件事要提 往年都很多都市傳聞 有些有傳說 有些考生是很PK的 即是用天線收音機 瞄準別人 射到別人的收音機收不到 干擾了別人的收音機 拉一條天線出來 把別人的方向 那方向的考生就全部收不到 有這樣的攻擊手段 但考蘋果也在考生搜索上說明 他們已經諮詢了專家的意見 沒有證據顯示 那個收音機的天線是能夠作出干擾 所以不需要擔心這方面的事 始終沒有證據顯示 是有這樣的操作 OK 所以 最重要的是 你的收音機是符合規格 如果真的 你收音機試機的時候 收得不好 就不要猶豫 立即衝去特別室 你是有9個字左右時間去試 我沒有記錯 因為 你看開考時間 和到場時間 對到時的準考證上有寫 你看到你差不多有半個小時 至9個字 讓你去試收音機 試得很清楚為止 教台教得很清楚為止 那9個字或者半個小時 如果你試到任何問題 就不要猶豫了 立即去衝去特別室 是的 然後第9個要注意的事項 就是 如果你把桌子 即有時桌子的四隻腳不平 四隻腳不平 押押押押 你覺得很難寫字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要求跟他說拿箭桌子 你是不需要自己拿自己的草稿紙放進去 他是有箭桌子給你的 我記得我也拿過的 我記得我當年拿的時候 就是那些硬的紙板 不是真的一張A波紙那麼廢 是一塊硬的紙板 讓你放進桌子 整個桌子穩定一點 記住 即是你一 ADHD就 Nu 你覺得整個桌子不平的時候 立刻短手吻去拿 不要擅自拿一張草稿紙摺四邊塞進去 你無緣無故塞進去塞進去 旁邊的市場看到不知你什麼事 緊張 什麼事 什麼事 這個同學什麼事 立刻衝過來問你什麼事 所以有任何問題都是先舉手 大家溝通好 之後才做你要做的事 最後一件事要注意的地方 這個真是最重要 應該是 每年都有一些同學 去到市場的時候 拍下他們的關鍵 放上IG 接著加句 caption 我今天去考DSE 我成長要很多 不要做這些事 你去到市場裏面是不給拍照的 所以你一拍照 拍下你的關鍵 放上IG 打卡的時候 其實等於是真的違規了 我都不知道是扣分還是降級 總之怎樣都有一些懲罰在這裏 所以千萬不要做這件事 千萬不要拍完張barcode 放上IG 今天我去考DSE 我成長要很多 你真的成長會很多的 因為你明年會再考過 所以千萬不要 那個barcode是有用證的 通常那本答題寶是要你貼五張barcode 通常都會給你七張 十張 怎樣都會有用程 用剩的barcode 不要帶來市場 它是會點收的 它會知道你是有用多還是用少的 不要帶來市場 如果你在貼barcode的途中 你是因為可能手殘 不小心貼歪了 你想貼另一張 用多一張 你要舉手跟市場主任說 我現在這張貼歪了 我撕掉 我用多一張 你要讓他知道這件事 所以千萬不要帶來市場 barcode 它會收回 你收到桌面的時候 發現你沒有barcode 帶走了 其實是不OK的 這是違規的 所以barcode那裡是不要拍照 亦都不要帶來市場 你用多少就用多少 如果你真的貼尾了 你是可以要求再貼過 但你要跟市場主任 或者監口員溝通好 之後做這件事 所以千萬不要 我知道是很弱智的 你鏡頭前的一定會覺得 哪有這麼弱智 說起媽媽是女人的事 但每年都真的有同學這樣中伏 所以千萬不要做這件事 不要打卡 去到市場就不要打卡 沒有什麼好值得打卡 每個人都這樣考 每個人都去過的市場 所以千萬不要拍照 好 希望這十件事 幫到大家 認價2020年DSE應考的各位 也希望我最後的第十點 不要拍照是成功阻止了一些本身想打卡的同學 我希望可以做到這件事 如果 我也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說 如果你本身真的打算打卡 但看到我這段影片才知道原來不可以打卡 我是成功阻止了你的話 你留言告訴我 我會很開心的 我成功救了你 我會很開心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拜拜